今天節目開始了 開始之前 首先跟觀眾說聲不好意思 對不起 因為那天 我們將埃及原來一億人口 變成一千萬人 少了一個零 那天不是現在問過識非 就是說 我都問了 我說 喂 女士 埃及這麼大 但是只有一千萬人 他說是呀 他是嘉賓 住在埃及 當然比我們清楚 而且你也知道 沈大哥的人不可無術 什麼語言都不太行 中文 英文 尤其英文更加不行 不是上星期你覺得很流利 聽錯了 就說聲對不起 我想觀眾很深 告訴我們是一億 這些是好意 沒錯 如果你的節目 錯了都沒有人看 就很大件事了 也沒有人看 因為我們這裏不是一言堂 一言堂是我們的北方 你不要再說這些 說什麼都可以 所以說聲不好意思 不過 雖然說對不起 下次不能夠保證 一定絕對沒錯 人數沒錯 最重要的是錯能改 大哥 我是很厲害的 我是錯的認 是 有些人錯都不認 其實認聲錯 日文叫Sumimase 英文I'm sorry 那就沒事了 國語叫對不起 對嗎 那就沒事了 好了 我們說回正題 今天我們有一位很高貴 很tough的女士 你坐在那裡 你介紹一下她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她就叫博士 Doctor Chan VC Chan 是 是 叫做 Vittoria Virginia Virginia Crystal Chan 是嗎 英文對嗎 她說回她的星座 我想問為什麼這麼有趣 Virginia Crystal Chan 又不是Virginia Chan 是Crystal Chan 要兩個英文答起來 為什麼呢 好像名牌 好像Angela Baby 潮流卿 潮流卿 這個名字改了多久 都超過20年了 那不是潮流卿 要20年前 好了 今天這位嘉賓 就是李先生 立航卿 介紹來的 你告訴我們的觀眾 Doctor Virginia Crystal Chan 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她做的工作 其實都很多元化 因為她自己本身 博士學位 就是研究心理學那邊 但是她現在把這件事 橫跨了幾個界別 包括她有跟別人做一些 輔導的事 但是輔導 我聽說不是正職 要有個緣分 待會她詳細說了 第二件事 她還會做些什麼呢 她是個緣稅來的 漲漲之材 她就漲漲 即是說她會跟別人做些認證的事 如果我們外面很多機構 又講自己有如是種種的資歷 大家會講 但是講得來究竟是否真的 就是透過她們做認證 知道那些是否真的 即是調查一下 所以她是緣稅來的 我今天先猶豫向那些觀眾說 對不起 因為今天我有些感冒 喉嚨有點痛 聲音就不太好 所以張患尤 你立方多說一點好嗎 麻煩你 不麻煩 你開始 陳博士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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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先說一下你讀書的事 你在哪裡讀書的 我自己本身就是在英國那邊讀書的 都是跟一般的小朋友一樣 那就會是 很小的過去 其實過了一段 其實都不算小的 你想想可能是小朋友的時間過去 幾歲 就是小學那些時間 那就會很小 其實起碼懂中文 那我想問 為什麼你這麼小 會去英國呢 其實是一個機緣的 一個機緣 就跟了一些朋友 或者可能跟了一些叔叔 過去去學習 然後在裡面 就開始展開自己發展 或者學習的路程 那一直以來過去那邊 但是你就不是很英文康的 你說話都很香港式的 廣東話康的 在那邊其實你們說廣東話 還是說英文多 兩樣都會說 在家裏就說廣東話 兩樣都會說 國語啦 就是出去讀書 國語啦 身邊的人都有說 不過自己本身對國語 其實都有一定的壓力 因為我自己聽國語 其實我自己聽的時候 我都會頭暈 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因為我知道你是讀心理學的 而在外國裡面是長大 現在我們經常在香港 一國兩制底下 就說兩文三語 那說一下就好像 我們要多些普通話 我不懂 解釋一下什麼叫兩文三語 兩文三語 兩文是中文英文 三語 三語的就是廣東話 廣東話 普通話 不是國語是普通話 正字你要正確 大哥 第二個不用你要 第三種英文 三語 但是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開始有個說法 就是不如我們用普通話教學 普通話 就是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母語 就是我們整個中國 其實現在的道統 由我們共和國之後 我們就是普通話 如果用這個東西 我們學中文好些 接著同時間 就是英文 廣東話 你們整開就整了 但是你在外國裡面 你不是講普通話 你聽國語有壓力 你講廣東話 講英文 但是你都學得很好 起碼去到博士學位 都真的不簡單 其實兩樣都要兼顧 說真的 你英國 你不會沒有中國人 其實你都會有唐人 英文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應付到讀書 讀書裡面的應用 和和學校裡面的溝通 我覺得很重要 你說自己 當回到家裡 或者可能回到自己人家裡的時候 別人講廣東話 你跟別人用英文嗎 即是你父母都是英國 不是 不是 跟叔叔還是去 是的 跟叔叔他們走的 你父母那麼放心 你那麼小 女孩子可以這樣 飄陽過海 其實因為家裡自小 其實都是破裂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特別 父母放不放心 其實都是分開的 都OK的 但是到現在 你做事或者社交 你是用英文來思想為主 還是用廣東話來思想 阿港你就講廣東話 失禮了 如果我要辯駁的時候 一定先去英文 先走 腦裡很自然就去英文 即是我們說法 你的business language 是的 即是我要辯駁 或者我要和人吵架 就要轉台 我先轉台 轉完之後 我才translate回來中文 來跟你講 你和我吵架好 我不懂聽英文 你罵我都不懂 他講廣東話 你不要translate 不需要 我扮演廣東話 Yes, I'm sorry I'm wrong Yes, I'm so sorry Next time I won't know 你說同樣的錯誤 就算了 然後又sorry 如果用中文 你問我會不會有時候 思考讀書 思考都會 你問我會用中文 其實我都會的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說兩者之間 比我比較的話 我覺得英文就直接一點 即直接一點 中文就好像很多的轉接位 或者很多的障礙 對我來說 所以我覺得用英文 直接思考 出來的時候 等一下 我先想想 我怎樣構思 告訴你 我告訴你 因為我身邊的人 很誠實地說 是不是每個人都很英文很厲害 或者是很地道 不是的 變了有時候 你知道香港人 你走出來 你懂得說廣東話 你同聲同氣 你講什麼英文 你明白嗎 我明白的意思 你講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你假裝的 你知道你在一個城市 就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說出來 大家是一群學者 其實大家明白這個文化 有些字眼 是真的那個英文 你才能夠表達得到 你很自然就會 拿出英文出來 就寫一些技術 沒錯 我真的不能夠為了 我們是中國人 這段的溝通裡面 我一定要翻譯中文 即有時候 腦子想不及了 我們都會彈出來 但是那堆學術的人 或者可能講心理學 或者可能講精神科也好 其實他們一講 這個字眼就明白 反而譯了中文 不湯不水 都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講什麼 不知道大家講什麼 其實你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 醫學法律上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那些字眼 其實都離不開 有些專業的英文字母 或者字眼 你離不開 但是當然你說 自己人聊天 或者其他 其實就可以同聲同氣 他們覺得有些親切感 我覺得你對語言有些天分 你廣東話 講得挺好 不是的 我以前小時候 英文 中文 其實真的不好 不過是環境逼成 你想不想 如果你說我們學英文 去英國 好過香港 是的 是嗎 一定要講 語文環境 其實就是 成就了你 可以快些去成長 不過當然 有些人可能說 其實講英文是哪個國家好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會覺得 美國 英國都好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美語是爽直快的 英文的風格 英語就要陷促些 要有禮貌 要有些紳士 我覺得英國的英文 容易聽些 英國的英文 是呀 你聽習慣 你聽習慣 不是 因為我們讀書 讀詞友 學校 那些很多時候 會去英國 蘇格蘭人 所以你聽習慣到英國 聽習慣到英國 聽美國 我未必那麼好 我覺得容易聽些 如果我現在再要學英文 應該去英國 一兩年就OK的 不用一兩年了 幾個月 已經可以了 已經可以了 你就不用sorry了 不用sorry 你可以說excuse me 開始說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就是這樣 魏康是一個網台 說得很好 他說他去到三藩社 學了兩句 英文而已 夠用的了 so what 你這個蠻子娘 是在電視劇裡的口號 魏康先生 大家都知道 寫了一個奇才 很聰明 但是他學語言是一個蠢才 他真的不行 他自認蠢才 就是學講話 第一 他來到香港這麼久 現在的廣東話都沒辦法 知道嗎 我還要他故意做這麼有特色的 不是 他國語不行 廣東話不行 英文就不行 學話就很差 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沒有人知道他沒有方向感 如果你帶他出街轉兩個圈 他不認識他 東南西北他不認識 自己人來的 你是不是 我也是 我認識他 但我不知道哪一邊是東 哪一邊是西 哪一邊是南 我不認識的 我一定要point到point 你明白嗎 所以很多人是一流 但是在某一層是一流 其他全部是九流 就等於愛迪生 海恩斯坦 對數對法明他可以 其他他完全不認識 你明白嗎 不出奇 凡親對某一種特別有才能的人 在其他方面 他都是一個蠢才來的 真的喔 原來這麼乖 很多人不知道 魏珊為什麼廣東話呢 他十幾歲來到香港 講到現在舊 永遠都講不到 就算金融先生 廣東話都不行 你明白嗎 現在就是講不到 有些人聰明到 去到哪裏 一陣子他就認識 最聰明學話的人 你知不知哪裏 印第人 印度人 是聰明 英文很自然 來到講廣東話 講得好 學日文都不夠聰明 他去到那裏 大家讀一年 他日文講得好過你 這個你親身經歷 親身經歷 你的同學 不夠他 但他講得好過你 英文 廣東話 你看看 現在講摩多叉 就是歧視 那些印度人 馬歧視 很厲害的 講廣東話 講得好 起碼比毅康和金融 很厲害的 但你知不 他們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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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如果印度人勤力 是我們中國一大敬敵 因為他人口也很多 地方很大 如果他肯勤力 印度應該很負草 所以他爛的 對我們來說是個優點 同樣 美國佬都覺得我們好 我們要面子也是個優點 對他們來說 愛面 所以如果我們中國不要面子 肯認錯 我們中國洪霸世界 那個不是不要面子 那個叫謙虛 不是謙虛 是太要面子 但印度如果他很勤力 又是世界無敵 所以說你怎麼厲害都好 有一個致命傷的缺點 有很多歷史學家都發現不到 很好的 長篇大論 沈西城不可無順 我只是告訴你 印度之不可以 因為要疏難 中國就是死要面子 這兩項戒了 紅霸天下 所以說上帝 如果有的話 給你很多東西 當然有一種致命傷牽制著你的 這些就是我們的致命傷 外國人 見到我們還 我怎麼鬼 指著要扔面子 臉 臉 外國人都知道 跟你吵什麼 最重要是你先給我一個致命 最重要是你先給我一個致命 然後我說這樣就沒有 我們要致命 You want money 他們就拿錢 是 所以那些鬼魯很聰明 知道嗎 就給你一個致命 我要錢 是 現在有一個傻佬 叫安布 你知道嗎 就是日本的Prime Minister 懂了 以前的日本人 他說很威風 現在明白了 他拜託他 Money Money 知道嗎 無實的實務主義者 我覺得我們中國太要面 印度人實在太懶惰 你去到印度很多地方 骯髒哪泰 有什麼理由 你這麼聰明的 技術不是益的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因為那裡 是否因為國家發展問題 國家 不是民族性 你知道嗎 印度民族性 雷斯崩 我們中國人 face of party 即是外面黨 外面黨 寧願不要錢 你要面 你知道嗎 世界上最厲害的是什麼 不要面 君子劍 不要面 不要面就害怕 不要面就對著你笑 那種厲害 知道嗎 如果這個說法是通的 Dr. Chen 你在英國回來香港做事的時候 那這些文化差異你怎樣處理 還是你繼續不理我 我繼續是一條直路 點對點來處理這些就算數了 其實你問我 我自己本身 如果說回我以前的性格 即是說回我以前的性格 其實我都是一個 幾硬朗的女子 現在都是 幾硬朗 即是心理治療師之後 或者可能一些的培訓或者工作 其實我覺得自己 都在個過程上面 都有幾大的轉變 幾大的轉變 還有這個我稱之為成長 因為為什麼 當你認識了這些工作的時候 或者認識了這些裏面的知識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這個世界上 原來最不公平的方法 就是用一種態度對所有人 原來我都需要自己去做一些 調整的 是啊 你看我手掌很喜歡想法 你看那些掌紋 那些掌紋 那些掌紋人家看到 哇 你有很多東西想 是嗎 我是真的靠想法找食 所以我的頭腦很簡單 你旁邊說 是啊 哇 多舒服 你看我們這些不想法 他有很多東西想 其實我們這些不可以不想法 不可以不想法 不想法 你講廣東話多好 不要說 一個變髒話 還不能 大伯不是髒話 是真的 所以這句話 有時候廣東人說了 我自己講完很聰明 自己都笑 自己都受不了 所以你問我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能夠接受文化差異的話 自己退一步的話 就會舒服一點 如果你說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很挖 為什麼不行 不可以這樣的嗎 明明是這樣的 即我是一個很直的人 為什麼不可以 明明是這樣的 而且不用教的 這些理所當然 原來後期 做事要公道 是啊 沒錯 當我做人大了之後 發覺原來不是這樣的 原來有些人未到就未到的 陳博士告訴你 除了個人性格 和你的地方性 都是有點關係 因為你那個學老 通常都是一般的性格 都是這樣 又比較堅強一點 你說全部不是 我們做一個統計學 上海人是靈活圓滑的 是 南方人 尤其是潮州 和沙美的人 是很堅固的 港夫人就為食 所以 說得好聽 我們潮州的兄弟 就很有冒險精神 他做什麼都很夠膽 用在正圖 一流 用在邪圖 就不得了 你知不知 不是得罪潮州人 在統計 如果以販毒來講 潮州朋友多過上海朋友 你抓到很少上海人去販毒 通常就是陳博士的鄉里 潮州學老做的多 上海人就制毒 不是 沒有 因為上海人 兩個字 好不 怕死 上海人 即是我們針口掛著泳池 那堆 嘴巴跟你爭 不敢付出行動 潮州的老友 夠膽 所以那些大的東西 潮州不敢 一件事 你仔 上海大道很少 大道通常是南方的多 一是山東 響馬 你有沒有聽過上海大道 上海兩萬 上海是老千 不是 上海不是老千 上海軟繁黃比較多 OK 軟繁黃比較多 尤其蘇州的男人 個個都很軟 是嗎 陰聲細氣 這個我沒聽過 斯文而已是不是 不是斯文 蘇州話他比較柔 女人講得很好聽 每個都講蘇州的女士 女人型 知道嗎 還有有些說書的那些 你有沒有聽過 平坦 男人 你看到 扭扭靈靈 就是女人 沒什麼男意氣 是的 上海人 所以江南才智 其實是個貶持 就是說你女人 即是說你老型 不是老型 又不是老型 文質彬彬 始終 文質彬彬有什麼是貶持 潮州朋友 這樣 不知道那個男人 那就是老型 不是老型 他修飾這個字眼 他就是告訴你 這些事情 很多人敢做 但是給了上海人 想一大餐 因為他的性格 但是上海人很靈活 即是不好聽 叫做滑頭 他懂得轉彎 即是好像剛剛陳博士說 他年輕 他不懂得轉彎 是啊 我很直的 總之 我好小 我的弟弟 懂得走 我就懂得轉彎 即不是我 很多上海人是這樣的 懂得走就懂得轉彎 即是知道不行 就轉一轉 不要死去 上海話怎麼說 懂得走就懂得轉彎 要爭取 要爭取 可以嗎 可以嗎 不是錯 不是七萬兩個 不是 他很難說 他少少口說 那些東西 我經常覺得 我們中國 每處都有民族性 你知道嗎 那你說 那些外光佬的 即是向北面那些 他那個世界觀是小一點的 他們是平原性格 我們上海佬 得風氣之先 是 東方巴黎 是 那當然 哦 夠鐘 夠鐘 一陣見